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抓均匀后腌制15分钟 把泡好的腐轴滴加水分 再把腐轴摆入盘中 然后把腐轴煎好的鱼朗 锅中烧开水把鱼放进去 盖上锅盖大火蒸8分钟 盖上锅盖大火蒸8分钟 好了时间到出锅 最后撒上点葱花 这道腐轴蒸鱼朗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鱼又嫩滑 腐轴吸足了汤汁 特别的入味